再来看到是澳门航空8号上午9点25分要起飞的班次 竟然发生了出包的状况 原来是因为这一架NX619航班要飞往澳门 却因为调度的问题 这飞机上居然没有机长也没有空服人员 大批旅客滞留在机场候机室内等候 等到都气炸了 因为他们所搭乘的澳门航空这架NX619班机 原本定在8号上午9点25分要飞往澳门 疑似因为航员调度出了问题 根本没有航员到班 旅客到机场后才发现无法登机 地勤人员忙着安抚大批旅客 面对旅客的逼问还是无法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对于为什么会有航员不足的问题 地勤人员说这架班机的空服员临时被抓去替补 前一架班机的勤务已经被延误 才会导致这个状况 可是航员旅客也质疑 为什么一开始不说实话呢 一开始就说什么我们这个班机机械故障 他想要利用机械故障这件事情 就不用赔我们 对啊 那其实是根本是他们前一班的问题 可以让他们转港线 就是12点的飞机从国泰去香港 那之后再由这个香港到澳门 由造成飞机的利用力 一个人给2000块台币 有17名乘客不想等 先改搭国泰航空离开 但是剩下的乘客 最后延误到下午3点多 才能起飞前往澳门 不管如何弥补 澳航让飞机畅空城的情况 已经大大破坏公司形象 昨天新闻 简正峰 陈宜玲 桃园 综合报道